哈喽大家好 我是飞飘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区块链的信息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PiNetwork 这次主页上面更新的一些消息 因为这个主页上面更新的消息呢 也是前两天就已经更新了 包括我自己呢 现在也没有理解到 他那个关于这次减产的一个具体的算法 由此言我也查询了 关于这次减产的一些具体详细的信息 但是呢查的信息也是非常有限 包括说他那个白皮书上面的那些公司呢 我看了很久 也没有去研究透彻 所以说有关于这方面了解比较清楚的派员 可以在下方留言 让更多的派员了解到 这是减产的实质性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视频呢 就是由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关于这次减产的一些情况 其实在我看来的话 关于这次在主页上面更新的一个减产 那么他就是参照在今年12月份的时候 更新的那次白皮书上面有说的这些公司 那么这公司呢 怎么去聚上啊 怎么去套用啊 那些等等的 他就会在今年的3月14号之后 可能就会采用这种公司 去给大家进行一个最新的挖矿公司 那么采用这种挖矿公司之后呢 是不是这个挖矿的速率就会比现在低呢 那么通过我的一个看法来讲的话 可能是大多数的派友呢 都会是有所降低 但是对于有的少部分的派友呢 他反而可能会将他的挖矿速率变得更高 因为这里面参与的是后期的一个 你的所创机制呀 呃 推广的程度啊 还有呢 就是一个你的超级节点搭建啊 这些他都会给你拴在这个公司里面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呢 就是说我们每天挖的这个聚属币呢 它是肯定是有所降低的 他会在今年的3月1号的这个时间段 就开始启用这个 呃 逐步降低的一个过程 那么3月1日至3月14日的这个时间段呢 是相当于是做一个缓冲期 就是他会慢慢的将这个基硕币的 那个挖矿速率进行调低 让所有的派先锋呢 有一个缓冲的期限 不会让你觉得这次的减产有太大的突兀感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珍惜眼前的这个挖派的速率 那么这次我们的基础币的减产挖矿速率呢 它是会 呃 一个比较大的降低 那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的一个基础挖矿速率的话 是在 每个小时0.1个派币 那每天算下来也就有2.4个派币了 这个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挖矿速率 但随着后面的这个减产之后呢 那个基础币会给我们大导的降低 那在这里的话有很多派先锋就觉得无所谓了 反正它基础币降低降低吧 也就这么少的一个数量 那么加上它后期的一个推广的人数 以及它搭建的超级节点 呃 以及它的一个高锁仓 那么它也会弥补掉这部分的 丢失的挖矿速率 但是我们要记得有一点就是 这个基础挖矿的速率的币呢 就是说你通过KYC之后 它会直接映射到你的主网 那么这个基础币呢 就是前期会对生态做成一些贡献的一些币种 因为你的一个算力币好 就是说你推荐大使得到的这个币呢 它是会随着后面慢慢的去给你释放 但是说如果你作为大使去推广 跟其他朋友或者其他下线的这种币呢 如果说他们没有通过KYC 或者说他们不愿意通过KYC 那么你这个币呢是拿不到的 所以对大多数人而言 这个基础币是比较重要的 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 让我们去体验这个高速的挖派的时间 所以说我们也要抓紧好这个时间段去做这个事情 同时还有一点就是说 关于去年有说过 今年的3月14日或者6月28日会上公开性的主网 这个呢是有很多的派管理员 或者说一些比较资深的派友 在去聊的这个事情 但是当时我就有说过 在今年的3月14日 这个Panet Work肯定是上不了公开性的主网的 所以我相信在3月14号来临之前 或者说来临的之后 那么这个公开性的主网它也不会到来 有可能会等到6月28 甚至然我觉得在今年的6月28号 也不会有公开性的主网 肯定是推后的 因为这个事情又怎么说呢 现在这个KYC的流程才走到这一步 包括说就是测试到KYC 包括KYC的一些流程 才走到这一步 那么在3月14之前 或者在3月14这个时间段的话 我相信肯定会有动作 但是它肯定不会是上公开性的主网 那么这个动作是怎么办 我怀疑很大可能的就是一个大规模的KYC 就是让很多的派先夫呢通过KYC 或者说给出非常多的名额 让你们去参与这个KYC 让你们去通过 因为只有让很多的派先夫们通过了KYC之后 它才有往下去做这个减产的一个公式流程 因为只有你通过KYC之后 你的锁仓机制才会生效 那它去年公布了这个白皮书里面的这公式 就可以去套用了 那大家都没有去通过KYC 大家的还是现在的状况的话 那么它是无法去执行它的那套公式的 所以我预计呢是在今年的3月14日呢 是以会通过一个大规模的KYC的名额给到大家 所以说在这次的主页上面更新的 要去一个减产呢 它是对于那个基础币的一个减产 那对于以后的你的这个酸利币也好 或者说你的节点也好 那么他们反而会去做一个公式的套用 那么来执行其他这个最新的挖矿数率 在前期我们有锁仓 锁仓的时候它下面有一个显示 有百分之多少多少的一个挖矿数率 以后再套用在这个公式里面去 那么有的是早期参与Pine Network的 参与比较早的 那么它的那个基础币也好 它的算力也好 也是非常多的这种 加上它锁仓也是锁到比较多的这种 比如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两百的 还有加上它又在做节点的这种类型的 那么他们把这个公式套用之后 有可能他们的算力不会比现在低 有可能会比现在的挖矿数率还要高的 人口情况出现 但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人数肯定是占少部分的 而大部分人呢 是迎来一个比以往挖矿数率更低的一个状态 那么并且的话 你的挖矿的基础币会比较的少 那么这就是关于这一次减产的一个大概内容 还有呢 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派云人 其实是等不及的 就觉得这个Pine Network 有意拖再拖的这个嫌疑 包括就说像去年想去上公开性的组网 有没有上成 上了一个蜂蜜色的组网 包括今年马上就要3V14了 大概率的情况下 它是上不了公开性的组网 那么对于这类型的派云人 他们有时候还去问自己的上线说 这个不是说去年就挖不了吗 怎么到现在都还可以点 还可以挖呀 有的人就说我已经挖了这么这么多了 那以后这个怎么变现了 会不会浪费感情了 这些的问题 包括我也有遇到 就是我的相线 他也有给我打电话 他说这个币已经挖了几百枚了 那么这个灯能够达到一美金两美金一个吗 因为当时我给他们推广的时候 我说这个币呢 未来肯定会值钱 有可能会达到一美金两美金 甚至是十美金的一个价格 因为当时我是作为一个比较保守的状态 去给他们推广的 我说反正都是免费的 你们不妨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因为当时是在去年的早一些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了 肯定会在2022年来临之前 就会上公开性的组网 就可以看到一个价格了 主要他们有一直在玩 当然在前两天的时候 他有给我打电话 他说这个东西 不是说去年就不能挖了吗 怎么还可以挖 毕竟我现在有多少都没了 也有在跟我说 他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就是骗子箱吗 我当时就跟他解释 我说你不管吗 反正你还是该点闪电 点闪电 我说你不愿意点 那也无所谓 就看你自己吧 我说但是你挖的这个币呢 如果说你以后通过KYC可以转了之后呢 我是可以愿意给你收的 并且呢 我是按照我当时承诺 你要值得那么多钱去收的 哪怕说你有100个基础币是吧 我当时跟你说的是1美金至10美金 那么我就可以给你折合一下 按照一个合理的价格去给你收 当时他听了 他说那好吧 那我就先这样去挖着吧 其实像类似于这种类型的派油栏 是不占少数的 他们很多呢 都是抱着 那个去免费撸一把的这个状态 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他们也没有去了解这个项目具体背后的一些事情 每天呢 就是做他自己的一个公众上面的事情 然后休息的时候 就玩玩手机 打打游戏之类的 关于Panetwork这方面的信息 他们也不愿意多了去了解 也不愿意去看这个事情 所以说当他们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 我并没有去太多了 去给他们解释什么 因为不是同一个想法的人 那么他们的爱好和我们的爱好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就跟他解释起来 肯定也是多说无意了 那我还不如就给你承诺了那样 我当时给你承诺了 是可能以后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那最多不过你觉得不行 通过KYC之后拿你给我 好了 那我给你变成线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我是不愿意去这样去做的 因为本来项目方已经也说过嘛 不愿意看到就是私下买卖拍币的这样一个行为 但实际上我们有时候肯定是无赖的 你因为你推广了足够多的下限 那有的下限他不愿意去相信这个东西 并且你们关系还不错 是一个朋友的关系 他也是卖在你的朋友的面子上去下载的这个软件 去安装的这个软件去点这个闪电 那当然他现在觉得和你当时承诺的有一点区别 他肯定就会有一点点的想法 那你要为了打消他的这个想法 你就可以去按照你们的方式去协议一下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嘛 所以关于每一个派先锋每一个做推广的大使来讲呢 他们或多或少的会遇到一些的困扰 但这个困扰其实都是由我们原来去给别人推广的时候造成的 比如说你原来在给别人推广的时候 你把这个话说的很满 说的很高 说的很夸张是吧 那你把自己的话给说死了之后 你去承诺起来肯定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 像我们这种说的比较随意的 比较一般般的降低这个预期的这种去推广的话 像这些派友对我们来进行一个讨说法 那么我们可以去用自己的一个能力去把它给化解掉 那么既不会丢失这个朋友 也可以让他们继续玩下去 那么基本上他不玩下去之后 他的那个弊量呢 也会回归到我们的手里面去 最后再与消费的形式回归到生态里面去 那么这是我的一个推广下限的一个观点 当然在这里呢 仅仅是代表我个人的一个做法 可能我这种做法也并不是完全对的 也可能还有更好的一个方法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那么总结一下 第一呢 就是这次主页更新的减产呢 它是对于基础币的一个减产 那么对于今年的3月14之后呢 他会用去年的白币书公布的这个公式去 重新计算我们的一个挖矿速率 那么对于很多的派友来讲呢 是一个挖矿速率的下降 但是对于某部分比较早加入的派前方 或者说有做节点的派前方呢 有可能他们的挖矿速率反而会提升 但是总的一点就是说 你的基础币的速率是肯定是往下跌的这个状态 那么第二点就是关于有很多的派前方 预见了一些下限对于Pine Network这个项目的一个质疑 那么对于这个质疑呢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处理方式 而我的处理方式呢 就是大不了我就是把你的派币 按照我当时承诺的价格给你收购回来了 那么我也是承诺了你的事情 既然没有办到那 我知道要不要来把这个事情给你落实掉 当然了 如果说你愿意继续玩 继续等待 继续上主网的话 那肯定是更好的一个方式 这个呢 取决于你们之间的关系 以及取决于你这个下限的认知高度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我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收到 好了 今天就这样咯 拜拜